只靠一样吐司就能造就出秒杀店家的名号 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吐司店 可是早就在网络的传播之下 成为人人争相订购的人气商品 家方面包店十二点开卖前 就已经排满准备抢购限量吐司的人潮 就算是一样吐司 就算一个人限购十条 也总在两点多就全数卖光 这么吸引人的特色就在于 一开袋子就能闻到的浓郁牛奶香气 和湿润的口感 就算湿润也仍然保有吐司的松软口感 本来想着要留到隔天早餐吃的 结果刚买到不久就全部解决了 就算了一样吐司的松软口感 就算了一样吐司的松软口感